同学们你们有人买过日本小林之药家这三款红曲胆固醇颗粒的保健品吗 长这个样子啊 可千万别吃了 这几天啊 小林之药大翻车的事啊 闹得沸水洋洋 天天上热搜 这次出事了红曲成分的保健品啊 说是能降低胆固醇 结果被爆出原料混入了未知成分 现在消费者不光肾脏吃出事了啊 甚至都吃死人了 接着到目前 已经有五个人死亡 一百多个人住院 其中不少人还得洗身 注意啊 小林之药官方说没在中国大陆销售 但是不排除有消费者通过代购或者网购平台自己买的 所以买过的童子本千万别再吃了 就别看这事是这几天才发酵了 但是这个保健品呢 早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被爆出来有问题了 当时就有消费者和医院啊 通报过小林之药啊 说你家这个产品吃了之后 身体不舒服 腐肿 难排尿啥的 但是当时呢 小林之药啥也没干 妆听不见 这颗雷呢 就这么埋了两个月 这期间啊 陆陆续续有106名消费者 因为吃了这个东西住院 到了前几天 也就是26号 同一天有两名服用过这个的消费者死亡 今天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5人了 有一名30多岁的男子就出来接受采访 讲了自己的经历 他说自己啊 胆固唇高 看了网上安利 就买了小林之药的红麴胆固唇颗粒 大概从一个多月前就开始吃了 每天吃3例 虽说胆固唇好像好了 但是身上又有了其他毛病 每天一点劲都没有 而且晚上起夜三四次 后来一查 还不至于说出这么大的事 我都不敢想 这两个月又卖出去了多少包啊 这跟谋财害命差不多了吧 至于他们这个红取原料 到底咋出的问题还不知道 让人细思恐惧的是什么呢 小林之药位于大阪的工厂 居然去年12月就关了 无法查问题 注意是去年12月就关了啊 1月份被报的有问题 提前厂就关了 是巧合还是啥 你们自己品吧 关键他们的态度啊 真的特别厉害啊 有一种不关我事的感觉 人家就说了 小林之药正在对该产品 与其死亡之间的关联 进行详细调查 说人话就是 我人死了 但不愿意是吃我这个吃死的呢 更吓人的是啥呢 就这次出问题的红取原料啊 就他们自己生产的这个红取原料 不光小林之药自己用 他还卖给了别的公司 小林之药呢 每年能生产18.5吨的红取原料 其中两成就他自己用 剩下8成 供货给了52家企业 什么酒厂 豆腐厂 酱料厂 也就是说 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 但凡是用了小林之药家的红取原料 都得备下架 比如保酒造生产的这款清酒 豆腐公司的8种13款零食 基本食品公司的两款鱿鱼腌制品 竹物公司销售的味增汤料 还有这个公司生产的厚芝士饼干 以上这些产品都已经被自主召回了 可以说这事已经引发了 日本食品安全的连锁反应 那出了这么大的事 小林之药是啥反应呢 当然是鞠躬盗窃了嘛 哦对了 还说了 针对日本国内一件商品将赔偿 消费者2500日元的贷金券 针对中国大陆的赔偿问题 目前还在商议 2500还贷金券 你快别恶心人了